大阁清明深受不少民众的喜欢 其实呢这个牛排的酱汁啊 是扮演灵魂角色 能让牛排变得更美味 就业者呢是在酱汁的制作上特别用心 食材都要先经过爆炒 层层堆叠逼出香气 而且更坚持每天现做 确保新鲜原味 大方淋上一池香喷喷浓稠灵魂酱汁 色香味俱全的台式牛排滋滋作响 这一部重头戏完成后 热腾腾上桌 平家牛排美味上桌 不可或缺的就是酱汁 不少民众最爱的两种口味 分别是蘑菇酱和胡椒酱 淋上去美味加倍 蘑菇酱有点酸甜酸甜的 我喜欢吃这个辣辣的 只有肉质的味道 就提不起来想吃的 平家牛排肯定没有高级牛排 这么的嫩那么香 所以就加酱来增加一些味道 没有酱没有灵魂 酱汁扮演灵魂角色 民众吃牛排不能缺少这一味 业者在制作酱汁上 当然不能马虎 黑胡椒酱的话基本上我们都 最主要一定会先把黑胡椒粒给炒过 炒过它才有办法 猜出那个香气跟辣味 食材需要事前经过爆炒 逼出香气缩住辣味 不只胡椒酱制作过程繁复 蘑菇酱同样费功夫 除了制作过程讲究 业者也强调酱汁都是当天现作 保留新鲜原味 酱汁成为台式牛排灵魂角色 让评价美味升华 也成为业者用心制作的美味蜜方 这林文成嘉明新北采访报道